爬虫的分类这一部分的内容的话 我们经常会把爬虫分为两类 一类叫做通用爬虫 一类叫做聚焦爬虫 那么通用爬虫和聚焦爬虫 首先它指的是什么样的爬虫呢 通用爬虫指的是搜索引擎的爬虫 那么聚焦爬虫指的是我们针对某些特定网站的爬虫 那它这个分类是根据什么来分的呢 什么叫搜索引擎的爬虫 什么又是针对特定网站的爬虫呢 就是我们在前面这里给大家举的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百度新闻我们说了 它的爬虫呢是搜索引擎对不对 它是面向整个互联网上所有的网站 而实现了一个爬虫 那么后面这个例子呢 音乐ABP的这个爬虫呢 它是针对老板铁边的那么几个网站 去写的那个爬虫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这两个爬虫它的区别在哪呢 就在于他们面向的背爬网站 这个数量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整个互联网 一个只是特定的那么几个网站 我们要从特定的网站上面提出特定的数据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根据这个地方 我们经常就把爬虫呢 分为通用爬虫和聚焦爬虫 那么通用爬虫呢 就是搜索引擎的爬虫 那么聚焦爬虫呢 就是我们针对特定网站 就写的这个爬虫 这个分内呢 应该也是非常好理解的 对不对 没什么太多好说的 那么后面呢 我们重点要写的就是聚焦爬虫 所以我们后续呢 也会重点关注聚焦爬虫这一块内容 那么 在知道这个分内之后呢 立马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个爬虫的这样一个工作原理 那么在说这个工作原理之前呢 有这样一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想象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说 我们想要自己去实现一个 和百度的搜索引擎 和百度新闻 一模一样的网站 我们应该怎么来做这个事情呢 我们要实现一个 和百度新闻一模一样的网站 怎么做这个事情 我们前面是不是写了 天天生鲜呀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上面放的数据是什么数据啊 生鲜数据对不对 如果说网站上面不再放生鲜数据 而去放新闻数据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一个 新闻网站呢呀 非常简单嘛 我们把数据里面数据全部换了嘛 替换成新闻就可以了 对不对 可能呢这个时候 只是这个样子有点丑 和版式有点丑 对不对 但是呢 肯定是可以做这个事情的 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呢 比如说我们写完爬 写完爬冲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去爬一爬新浪呀 或者爬一爬网易 这种他们上面的新闻 然后呢 爬到新闻之后呢 把这些数据呢 通过我们的加工项目 把它给呈现出来 就是一个新闻网站 那这时候大家可以改个名字 对吧 就叫天天新闻 对不对 这个名字应该还是不错的 但是好像已经有人在用了 我们看一下天天新闻 新 文 是有天天新闻 对吧 那么 回到现在这个问题上面来 我们现在要实现一个 百度新闻一门一段网站 那么自然而然的 我们就需要有数据了 对不对 我们得有新闻数据 那么新闻数据从哪来呢 我们要通过爬中爬 对不对 那在爬中爬之前 我们得确定一点 我们到底要去 爬哪些新闻上的 新闻网站上面的 哪些数据 对不对 就是新闻的UR地址 这个网站UR地址 我们得知道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刚才反正推了一遍 那么在正在推一遍 首先我们得有UR地址 这个UR地址 就是我们要爬哪些网站上的数据 哪些网站上的新闻 对不对 有了UR地址之后呢 我们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要去发送请求呀 网站其实发送请求 拿到数据 所以我们爬中也是一样 要去发送请求 拿到对应的 HTML的数据 对不对 HTML字符串 那在这些字符串里面呢 可能有很多内容呢 是我们想要的 也很多内容不是我们想要的 比如说 里面肯定会有 什么Square标签 P标签 DIB标签 那些标签 我们都是不需要的 对不对 我们只需要里面的 比如说新闻的标题 UR地址 还有内容 对吧 我们只需要这些数据 所以我们需要 从中去提取数据 第三步 对不对 那提取完数据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数据进行保存 那保存完了 我们在爬中就写完了 能理解吗 这就是我们这样一个 爬中的一个工作原理 那工作原理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 爬中的工作原理呢 写在这个地方了 就是我们聚焦爬中 这样一个工作流程 首先我们得有UR地址 那么如果说 我们有一个UR 那么就没有必要 把它放在列表里面去 对吧 但是我们如果要爬多往那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UR字符串呢 放在个列表里面拿 然后我们便利它 便利它之后呢 我们挨个去发送请求 获取响应 那获得响应之后呢 对应的 我们就能拿到 响应的RTML字符串 拿到字符串之后呢 我们可以从这些字符串里面 去把我们想了那部内容的 数据给它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之后呢 保存在数据库里面 而且我们整个课程的安排呢 也是这样一个流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request的模块 就是帮助我们去发送请求的 或去响应的 发送完请求 或用完响应呢 就是提取数据 那么首先要提取 动态的HMR页面的数据 然后呢 也会去提取 静态的HMR页面的数据 然后之后讲MangoDB 实现数据的保存 也是这样一个思路 来的 那么这是 这样四步 这四步的话呢 应该是非常好 你记得 但是在这四步中间呢 还有这样一步 从响应中提UR地址的这一步 从响应中提UR地址的这一步 为什么还需要从响应中提UR地址 大家看一下 提到UR地址 它重新的放到了UR地址里面去 然后呢 对应的 肯定整理一个循环了 对吧 从中再把它拿出来 发送请求 或去响应 为什么会有个 提取UR地址的这样一步呢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假设现在我们要爬 我们在百度上面搜索 Python的所有结果 明白我们要爬什么吧 我们要爬在百度上 搜索到Python的所有的结果 那么我们对应的 肯定要请求这个UR地址 对不对 这个UR地址 能让我们拿到这些数据 但这些数据呢 还不够 为什么不够呀 为什么不够呀 因为这只是一个页面的数据 理解吗 我们到时候要爬 百度里面搜索到Python的 所有的数据的话呢 还需要去第二页 第三页 以及最后一页 全部都要 对不对 那所以说在这个页面上 我们拿到这些部分数据之后呢 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从中 把下一页的数据给它找出来 那下一页数据找不找出来呢 我们对应的 就得先找到下一的UR地址 下一UR地址在哪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把鼠标放到下面的时候呢 在左下角是不是有UR地址呀 这个UR地址 我们也可以通过 某些方式 把这个UR地址提出来 结果之后呢 重新的去发动一个请求 我们是不是就到第二页来了呀 到第二页来之后呢 我们再去把当前这个页面上的所有数据找出来 提取出来 提取出来之后呢 顺便的再去把下一页的UR地址 再给提取出来 再去请求 如此不停的反复 直到它没有下一页的时候 我们关于百度里面 所有的Python的所有内容呢 就可以全部的把它给爬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呢 大家看到还有这样一步 叫做提取UR地址这一步 这是一个方面 我们经常会用的一个方面 就是关于下一页这个地方 那除了下一页这个地方之外呢 我们经常还会在别的地方 也是要提取下一页的 或者提取UR地址的 那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下新的 比如说呢 还是刚刚的这个天天新闻 我们要做个天天新闻的网站 我们需要新闻 我们要爬新的 那爬新的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UR地表里面去 我们要使用它 使用它了之后呢 我们确实能够拿到 当前这个页面上的这些数据了 但是这些数据好像并不够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当前这个页面上 我们只能拿到什么呀 标题以及标题对论UR地址 内容没有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 我们还要获取一套内容 该怎么办呀 我们要获取 比如说我们要获取到 这条新闻的内容 该怎么办呢 我们在领感器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得点一下它 对不对 那所谓的点一下 干了个什么事情呀 发送请求 那怎么样才能发送请求啊 最期盼我们得知道 它的UR地址 对不对 所以也是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们要获取 所有的新闻的所有数据 我们就需要先 把这些所有的新闻的 UR地址给找出来 找到之后呢 再去发送请求 才能够到这个页面来 也就是能够拿到 当前这个页面上 所有的数据 这个可以理解吗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经常就需要 从想象中提UR地址 这个UR地址呢 不光是下一页的 还可能是详细的UR地址 经常我们会在这两个地方呢 需要来做这个事情 这是关于 这个聚要旁的工作流程 那么 这是聚要旁的工作流程 这个内容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 但是呢 大家也不用强行的 就把它记着 也不用想着去记着它 因为在后面呢 我们对于这个流程呢 我们还会遇到很多很多次 大家现在只需要掩除它就可以了 那么掩除它之后呢 后面再遇到的时候呢 我们到时候再说 这是这一刻的内容 那么大家先下个休息十分钟 要我们 先下个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